大家好,我是魏杰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Linux多现成系列视频教程 这节课我们学到了Linux多现成的第三节课 现成的基本控制 首先来看一下课程目标 掌握现成的终止方式 掌握现成的连接退出操作 掌握现成的清理操作 重点难点是现成的连接和清理操作 考核目标 现成的清理操作是如何进行的 课后练习 这一节课总共分为五个小节 每一个小节都会有随时掌握的练习 我会留给大家 参考课时1.5小时 首先来看第一小节 现成的终止 在这里边我引出第一个知识点 excite函数它是威胁的 如果进程中的任何一个现成 它调用的excite函数足 那么整个进程就会终止了 其实这个之前我们应该学到过 在讲进程的时候讲到了 这个excite函数它是专门来推出进程的 在这里边我又重新给大家提一下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退出操作 这个excite函数它会导致了整个进程的退出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威胁的 下面来看一下几个不终止进程的退出方式 普通的单根线程由一下三种方式来推出 这样它不会终止一个进程 第一种方法从启动运程中返回 也就是我们调用的return 那么返回时是它的退出码 第二种方式 线程可以被同一进程中的其他线程来取消 也就是说线程在执行的过程中呢 可能不需要了被其他的线程给取消了 第三种 线程调用pc1-excite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有个参数 是个空型的 这个东西呢 是保存到它的退出码 那么关于这个取消呢 我们下下节课呢 会讲到 这里边还有个return和excite函数 那么这两个函数 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这个区别呢 我会在县程的清理操作这一节课 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return和pc1-excite函数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验证一下 这个几种退出方式 重点看一下这个excite函数 是不是会导致整个进程的退出 这里边我设计到一个例子 给大家画了一个框架 新的线程 它呢 传到一个参数对吧 是个空型的 如果这个参数 它是1的话 我们就采用return的方式退出 如果是2的话 我们采用pc1-excite函数退出 如果是3的话 我们直接用excite函数来退出 主线程直接创建了一个新线程 然后呢 主线程将它的 rgv1来传给来新的线程 这个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外面的程序呢 去控制新的线程 到底是如何退出的 然后呢 主线程去睡眠一下 保证了新的线程先去执行 最后主线程打印一下 一句话 如果这个时候 新的线程 它调用excite函数 如果真正的线程退出了 那么主线程你是看不到这句话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写这个题 先看一下这个手册吧 pc1-excite手册 我打开这里看一下 返回值是空的 它的参数是一个空心的参数 这个参数是干嘛的 我来把它最大化一下吧 这个函数的功能是 我调用一个现成的退出 返回了一个值 这个返回值保存在这个里边 所以呢 这个excite函数 它这里边 其实保存的是一个返回值 那么这个返回值呢 其实它是有用的啊 在接下来我们要学到的一个函数呢 它还会被使用的 这个函数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空的 它不会出错 这个函数它总是成功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写这个程序了 我来起一个名字 excite.c 我已经包含好了同文件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去写 有个写写新层层吧 空心的 起名字 sandfax 我总是起这个名字啊 然后它有参数对吧 也是空心的 ac 例子中我们提到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例子 是怎么做的 接收到参数1是一种方式 2是一种方式 3又是另外一种方式 所以呢 我们通过一辅语句来判断就行了 如果 它接收到的参数是1 那么这个1怎么比较呢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1它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呢 我们需要字符串比较 所以cmp 和1来比较 然后呢 将这个参数 因为它是空心的 所以我们需要强制转换一下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如果它比较相等了 我们就采用一个return方式 相等呢 这个返回就是0 对吧 所以如果这个函数 它最终是0 我们就采用return方式来推出 先打印一句话 告诉你是哪种方式推出的 newstread return 最后呢 return1吧 接下来是第二种方式 和2比较的话 如果是长度一个2 那么我们用一个p算的 goexcite的函数 这里边我就懒得写了 我就复制一下 偷懒是程序学的美德 我就很喜欢偷懒 我再改一下2 如果是2呢 我们采用一个p算excite 对吧 p算excite 用这个推出 当然推出的时候呢 也需要用p算excite 这个按数 它是一个空心的一个参数 里边这个参数呢 保存呢 其实是它的一个推出码 其实呢 它跟return的区别不是很大啊 然后最后 再来一个 哦 沾错地方了 第三种方式 我们采用的是 excite的函数 excite 它也有个参数 是个整数 要不然我们可以查一下手册 可能大家有人忘了 excite是怎么用的 man excite 它里边传的是一个整数 是一个推出的状态 其实也是 好 就这个样子 应该就对了 这里我给它传个3吧 毕竟是用方式3推出的 然后组函数呢 其实非常简单啊 我们需要用组函数来给它传参数 因为它的参数将来要传给新线层 第一个是rc 第二个插形的rgv 首先呢 定义两个变料 是老生常谈的 一个是保充它的 有可能返回值 一个呢 是保充它的id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创造 用pcl的create 第一个参数 应该是一个id 对吧 我们这个 它是个变料 首先要去地址 第二个参数 我们采用默认的属性空 第三个参数是启动函数 虽然的发生 第四个参数 在这里边呢 它必须是一个空心的 首先我来做一下枪子短话 然后呢 我们将rgv1来传进来 为什么不传rgv0呢 大家要知道rgv0 它其实呢 是一个点告我们这个函数 对吧 所以我不能传rgv0的 然后呢 继续判断一下 如果不等于零 创建就失败了 买句提示一句 create new shred filed 为了保证新的线程可以先运行呢 我需要用主线程的去睡眠 一秒钟吧 最后新线程就打一句话 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指定到后面 没帅子 就简单打一句话 行了 最后比方了返回值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错误 随便呢 我稍微来写一下注释 因为这个程序呢 可能 有点大 以后我们写的程序大了的话 我就会把这个注释呢 然后珠黄的给大家写一下 如果传的禅数是 1 那么就采用 return 2 方式退出 然后呢 对 的时候呢 我给它来个返回值1 这个是方式2 那么 如果传入参数2 那么就采用皮涮凌晒的方法 第三种 如果传入参数3 那么就采用 excite方式退出 再写错 打错这了 看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执行一遍 看看有没有问题 别移一下 别忘了 列结 皮帅的库 这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帅的 excite 然后有一句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第14号 第14号 对 这个是返回是一个空心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 我的心 1 最后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再来 别移一下 好 没什么问题 我们来执行一下 我先给它传个参数 1 这个是 这个1呢 是2个1啊 那么点告算0sit 它是2个0 所以呢 我们的 呃 quid 核数里边传的参数是2个V1 看 newsit return 然后呢 新的线 主线程打印出来了 新的线程也打印出来了 这个新的线程先执行了 然后他用reter去返回 说明呢 reter呢 不会导致整个经常的退出 我们来使用第二种方式 新的线程又先执行了 他用这个p算-excite 说明这个 它也没有导致经常退出 因为我们看到的主线程又打印出这句话了 我们用第三种方式来退出一下 哎 看到了 这时候呢 主线程他并没有打印出来 呃 他的东西 说明了这个excite函数 它会导致整个经常的退出 那么其实这节课的知识点呢 是非常简单的 就告诉大家 这个excite函数 它会导致经常的退出 然后呢 正常的一些退出方式 有reter p算-excite 这两种 现在我们都用到了 p算-excite里边这个参数呢 是它的退出码 和reter呢 区别不是很大 目前来说呢 我们还区别不开 到了最后一节青图操作 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微小的区分 最后呢 自己和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看看这个作业 创建多个现成 证明任意一个现成 调用excite函数足 都会导致经常的退出 这个题怎么做呢 我在这边强调的是 任意一个现成调用 都会导致经常的退出 所以呢 这个 呃 我的想法呢 是用一个随机数 去判断 给大家做一点提示 呃 希望大家呢 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作业 这几课就讲到这里 我能够尽 帮我 在这里 我能够尽 那 我能够尽 我能够尽